每周围两场半球赛终于是都结束了 刚刚结束了这场巴西对身哥伦比亚的比赛 梅西算是浴血奋战 终于是带领阿根廷成功的杀进到了决赛当中 比赛刚开始六分钟 梅西就助攻老塔罗打进了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二脚进球 而在比分被搬平之后 比赛临近结束之前 迪玛利亚和老塔罗甚至还有杀死比赛的机会 但是更加顽强的哥伦比亚将比赛 最终是拖进了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里头 马丁内斯的出色发挥 直接是扑出了三个对方的点球 而且几乎每一脚 每一次的扑球都能够探断对方向 这场比赛最大的功臣或许是梅西 又或者是马丁内斯 当然我们开玩笑的说 每周围为什么会连续 有时候三年有时候两年 有时候甚至是一年就会举办一届 就是为了要让梅西能够有机会 拿到一次美洲杯 是的 在梅西的历史上 在他的球员历史上 他还没有拿到过美洲杯 所以这次 会是巴西的 是内玛尔的巴西 还是梅西的阿根廷 能够拿到最终决赛的冠军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